歡迎收聽大紀元新聞 請聽大紀元記者宁海忠 洛亞報導 中國觀察中南海權力在分配傳聞四起 中共兩會後 有關中共高層權力變動 在線多個傳聞或預測 涉及李強將退休 丁薛祥接班 蔡奇替習近平分長網路安全 習期彭麗媛將上位等 多位專家對此發表不同觀點 外媒預測李強屆滿退休 丁薛祥接班 3月27日 經濟學人分析中國經濟管理團隊的浮沉 指出2027年換屆時 卸任總理李強也許將一年滿68歲而卸任 李強1959年生 本身是習大秘出身的李強 當上總理後 急對習近平急進逢迎 其權力一再被削弱 在2024年3月的中共兩會上 李強被取消了有30多年傳統的總理記者會 引發外界議論 中共人大會議還通過40多年來首次修訂的 《國務院組織法》增加了維護中央權威 和集中統一領導作為最高政治原則 海外輿論普遍認為 修法矮化國務院和總理職能 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 旅美政治學者王軍濤4月2日對大紀元表示 中國經濟現在還在持續地惡化 當然這是習近平大政方針導致的 但是習近平會認為李強的工作不太有利 王軍濤認為之前李克強當國務院總理期間 就和習近平有很大的分歧 習主張彎道超車 集中國家資源投放到高精尖的產業和企業上 李克強主張保民生保就業保基本運行面 李強上來其實基本上認可李克強 這可能會讓習近平很不高興 澳洲資深媒體人林松博士 4月2日對大紀元表示 李強當總理才一年的時間 最近因為被取消了總理記者會 影響很大 所以才有人猜測他是不是坐滿一屆會退休 經濟學人報導認為 現在國務院真正的掌權者是何立峰 但預測李強接班人可能會是丁薛祥 丁薛祥並無地方工作經驗 也沒管過食物 以當秘書和辦公室主任為主 並在上海開始當席的大秘 一直跟到中南海 丁入場後 角色似乎不太吃重 特別是在經濟事務方面被邊緣化 但他是七常委中的最年輕者 1962年生 王軍濤認為 丁薛祥接任總理有可能 當年溫家寶原來就是中辦主任 最後當上國務院總理 丁薛祥和何立峰都得到習近平的重用 在很多場合都出現 照理應該是何立峰接 而且何立峰已經是中國 中共新的經濟沙謊 實際上他比當年劉鶴权力還要大 但何立峰可能年齡大了 丁薛祥比較年輕 林松說 現在國務院有幾個副總理 何立峰是1955年出生 李強是1959年生 何立峰比李強年齡還大 李強交班可能輪不到他 但是習近平好用老人 也就很難說了 丁薛祥是1962年生 但是丁在經濟方面沒有一個很強的背景 其實年輕幾年在政治上面不算什麼 就像前任的國防部長李尚福 習近平要他下台就下台 外交部長秦剛才當了幾個月 要他下台就下台 傳習近平分權給蔡奇 南華早報3月28日報導 三名知情的官方消息人士透露 習近平已將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的 領導工作交由蔡奇負責 蔡奇已在去年上半年接管該委員會 但官方至今未公布相關任命 去年7月中旬的中共全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會議召開時 蔡奇出席會議並講話 副總理丁薛祥出席會議並傳達習指示 就習近平分權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榮譽教授丁樹范 4月2日對大紀元表示 其實之前李強已擔任了中央金融委主任 現在蔡奇接管中央網信委 所以還算正常 但他們應該是凡事情是習近平的 蔡奇的權力來自習是習的工具 王君濤說 蔡奇會厚言無恥地吹捧習近平 所以習對他比較喜歡 現在說蔡奇接網絡管理 其實他原來就已經是在負責宣傳 所以也不能算是習近平讓蔡奇全力得到擴展 網絡安全委員會要把各個方面的工作捅起來 還是需要習親自出面 彭麗媛進政治局 3月24日中共官媒報導 彭麗媛獨自赴長沙調研結合病防治工作 3月28日下午 彭麗媛在北京市第35中學會見來華參訪的 德國伯樂中文合唱團師生代表 作為習的妻子 彭麗媛近期還有的接連高調露面 外界猜測其可能很快走上政治舞臺 進政治局是江青第二等等 時事評論家高鑫在專欄文章中認為 彭麗媛即便進入政治局也至少要到21大 他預判彭會接替鐵寧 成為下屆人大副委員長兼全國副聯主席 林松說毛澤東到晚年 也把江青安排到一個比較重要的位置 接下來彭麗媛角色可能有點類似 因為習近平誰都不相信 他唯一看彭麗媛能不能幫他一把 他現在試探一下風向 看他安排彭麗媛出來 有沒有人反對 如果沒有很多人反對 就讓彭麗媛繼續多出現 丁樹范也表示 現在確實有一個說法是 習沒有信任的人 所以只剩彭麗媛可被信任 王君濤則說 江青和彭麗媛兩人沒法相提並論 因為江青本身是個老革命 而且他自己對毛澤東是非常認同的 毛澤東後來也比較信任他 我覺得彭沒法跟江青比 江青從上海到延安 他認定了毛澤東是基於政治理念的感情 但是彭麗媛和習近平的結合不是這樣的 彭麗媛並沒有什麼政治思想的基礎 實際上他很難有什麼實質性的權利 他也沒有什麼能力 不像江青 彭麗媛是在部隊裡長大 這種部隊長大的女孩子 比較聽首長的話 因為習仲勛當時是書記處的書記 對彭麗媛來說是首長中的首長 所以彭麗媛願意跟習近平 他認為種種傳言的出現 是因為大家痛恨習近平 總是想習垮臺 因為毛澤東後來失敗 就是因為江青 他的很多政敵都是江青結下來的 大家傳這樣的話 更多的是希望習失敗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生 被視為長生不老的上等補品 在韓國出產的高麗參 還有活化機體作用的多種有效成分 可增強免疫力 是疾病無法入侵 被稱為萬靈補品 高麗參分野參與栽培兩種 由於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藥用的人參又有參曬參 白參 紅參等不同的成品規格 玄寶黑參口服液 以100%韓國優質 6年高麗參為原料 根據朝鮮王朝醫學寶典 《東一寶劍》 記載的九爭九鋪方法 純手工製作而成 高麗人參含有34種 人參灶代成分 遠高於西洋參和三七參 另外 人參灶代RA、RF、RG3、RH2 為高麗人參獨有的成分 經九爭九鋪製作後的黑參 灶火兴致進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體制人均可服用 解決了人們長期關注的 持高麗參上火的問題 提高了有利於人體吸收的 多種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參 灶代RG3的含量比紅參高八倍 人體對玄宝黑參中的人參灶代的吸收率 高達80%以上 是紅參的6倍多 是白參的16倍 點擊視頻下方的鏈接 輸入優惠碼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費郵寄 這期新聞就為您播報到這裡 謝謝收聽 下次再見